黑巧克力玛丽迷迷糊糊地从别人床上醒来 自己不光一贯不整 面前居然还有个穿着浴袍的禽兽 玛丽怒火攻心之下 无意时间发动空穴树 在双性人乔丹破门而入的那一刻 禽兽瞬间就碉堡了 乔丹质疑玛丽为何找上这个禽兽帮忙 这个家伙最喜欢倒下要偷袭那套 原来在上一集中 玛丽的缩小人是有爱马 在小万磁王安德鲁的请求下 答应潜入到哥多金大学的地下人体实验室 幸运地找到了死去金童的弟弟珊姆 可俩人聊了没多一会儿 只听见刺耳的警报响起 爱马为了不让前来的警卫折磨珊姆 于是靠着微小的体型 一直从左耳钻到警卫的右耳 随后在珊姆强大的超能力加持下 冲破数名鹤枪实弹的警卫防御 带着小爱马一路杀到了数公里外 一处废弃的破旧汽车电影院 在这倒闭前 珊姆每周都会和哥哥过来看电影 可以说这个地方 是兄弟俩美好的童年回忆 讲到这里 珊姆还询问爱马 自己哥哥金童什么时候能过来接自己 爱马听到这 知道也是没法继续瞒下去了 只好不忍心对珊姆 道出了金童已死的真相 起初珊姆不肯相信这是事实 毕竟以金童的能力 没人能伤他分毫 但听到哥哥是自杀后 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了 可珊姆又陷入了精神崩溃 在爱马保证不离开的承诺下 他才逐渐平静下来 而女校长在事发后不久后 也来到了实验室 发现了这个地方的惨状 和地上一只迷你鞋 珊姆则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让博士保守秘密找回珊姆 否则两人都会被沃特集团追究责任 因为金童自杀一事 总是占据着头板头条 沃特集团不放过任何一个 恰流量的好机会 就派出一个著名的超级侦探泰克 来到哥多金大学调查 他和梅孚深海火车头 都是优秀校友 与那些光鲜亮丽拯救世界的超音不同 泰克不在乎事情的真相 只是一个追逐热点事件的无良媒体 而且在他超人般敏锐的观察力下 任何微表情都逃不掉他的眼睛 女校长对于他的不请自来 内心的极度排斥 都被泰克看得一清二楚 鉴于大学底下的秘密实验室泰克也有所耳闻 此次前来 他主要的任务是彻底混淆视听 准备诬陷一个无辜的学生 让他为整起事件背黑锅 给吃瓜网友们制造一个大快人心的真相 不能再多说呢 怕号今晚就没了 而女校长对此没什么意见 只要他别动排名前五的摇钱术就行了 而后泰克还想见见实验室里的珊姆了解情况 但果断被女校长以危险为由拒绝了 显然珊姆失踪一事 不能让对方知道 但是这样的谎言拿躲得掉泰克的发言 只是当场没发作而已 因为前一晚 玛丽等人在学校郊外 发现了玛丽身上遗留的项链 玛丽则十分担心室友的安危 指责安德鲁不应该让他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乔丹对安德鲁鲁莽的行为也十分不看好 现在不光爱玛生死未卜 危险也随时落在我们头上 为了找到室友爱玛的下落 玛丽在学校找到了一个会通灵的学生衣冠 看到大名鼎鼎的排名第二 过来找自己帮忙 好似的衣冠立即瞪大双眼 来了兴趣 说自己可以帮他 但需要一样爱玛的随身物品 不远处的乔丹看见了两个人 露出了嘲讽且略带担忧的眼神 就在衣冠拿着爱玛的项链 发动能力的时候 他让玛丽坐在身边 说这样可以加深精神联系 然而玛丽刚一坐下就失去了知觉 他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吵醒 发现衣冠把自己带回了宿舍 看到衣冠露出禽兽的样貌 玛丽随即潜力爆发 操纵禽兽冰州里的血液 直接就碉堡了 乔丹刚一进来 就瞅见这无比吊炸天的场景 除了惊叹以外 已经祸害了不知多少无知少女了 面对乔丹的好心搭酒 之前还有梁子的俩人 也不计前嫌 另一边 泰克开始问学院里和金童有关系的学生 首当其冲的就是金童的亲友团 而安德鲁和金童女友的关系 也被他用超能力探索出来 他怀疑安德鲁为了第一名的位置 和金童的女友 极度新发作才杀了金童 面对这样胡扯的污蔑 直接把安德鲁气的大骂走了出去 到了第二天上课时 因为先前在实验室的发现 女校长向玛丽旁敲侧击 试图探出他实验爱马的下落 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 与此同时泰克也来到了 打击犯罪学院的课堂上 表面上说他今天来上了一堂审问课 但实际上是借机调查主要对象 就是阻止金童的玛丽 在史上最伟大侦探泰克的步步紧逼下 他很快就知道了玛丽隐瞒的真相 原来当时老逼登是要开除他的 金童杀了他的同时 也间接帮了玛丽 并说出了真正阻止金童大开杀戒的是乔丹 但这样当众揭穿玛丽真相的泰克 自然是触碰到了女校长的逆临 下课后女校长表示早说过 让他不准去动学校排名前五的学生 不料对方却调转枪头 意图将黑锅强加到女校长头上 相比较那些学校的摇钱术而言 女校长只是一届没超能力的平民 让他当替罪羊再好不过了 况且他从之前两人的谈话中 早已得知了山姆越狱的秘密 与金童死亡相比这一罪则并不小 泰克劝女校长就好好接受事实吧 另一边 一直和爱玛躲在电影院的山姆俩人 随着聊天的进行 俩人的关系也逐渐升温 但山姆因为长时间的禁闭 脑子里也时常传来不存在的声音 这一情况让她痛苦不已 看到不对劲的爱玛 上前试图安抚抽搐的山姆 可她嘴里依然喋喋不休地重复 要杀掉那个折磨她的博士 只有这样 包括爱玛在内的所有人 才能安然无恙 于是一阵加速冲刺 跳出几公里开外 回到在宿舍里 乔丹非常感动并惊讶 玛丽说出了真相 并立即变成了一个英俊的男生来感谢她 突然爱玛冲进房间 打断了二人的施法 说山姆需要他们的帮助 画面一转 泰克被女校长单独约到校外的小树林中 要详谈背黑锅一事 这个惊虫上脑的人 误以为对方准备用黑黑黑为代价来自保 谁曾想女校长直接掏出一块平板 原来对方已经探清了泰克的引擎 知道她脑子里长了一块小肿瘤 因此发展出了一种小小的怪癖好 那就是无孔不入 对任何有动的物体 都很可以的病态爱好 这下掌握泰克把柄的女校长 以丑闻视频为要挟 如果她不想自己的职业生涯毁于一旦 就得按自己说的做 让她什么都不要报道 乖乖的在明天之前 收拾铺盖滚蛋 被抓现行的泰克 只好灰溜溜地拍屁股走人 就在她离开之前 她又看中了路边一棵诱人的大树 精神崩溃的山姆杀死了卡多博士的家中 当她准备杀死对方时 玛丽一行人及时赶到 暂时阻止了她 安德鲁还想继续安抚她 可山姆却认为他们和博士是一伙的 看到安德鲁和玛丽曾经帮助抓住自己 就在玛丽打算割手进攻的时候 爱玛上前安慰对方才平静下来 但是安德鲁胡说八道太多了 再次触动了山姆的神经 当双方展开战争时 玛丽的空穴术也不是山姆的对手 双星人乔丹的靠着坚实的胸膛 一波龟派气功把对方打出了房间 就在山姆试图继续战斗的时候 爱玛通过暴食变成了巨人 把她重重压在地上 玛丽说以前有误会 这次他们会站在山姆这边 然而下一秒 所有人的眼睛就变黑了 不知怎么的就躺在了宿舍的床上 身边躺着一脸疲惫的乔丹 也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 第一次看到这里的时候 还以为室下的资源有问题 这段给丢失了 搞得一头雾水 实际上应该是这伙人被人给洗脑了 丢失了之前的记忆 关于消失的记忆这一段 也会在下一集中得到答案 想必在这一集中 观众对于新出场的角色太可 应该印象深刻吧 这位重量级角色在原版漫画中 就是个恶搞蝙蝠侠和钢铁侠的缝合怪 不仅是个富可敌国富二代 而且还有着超人般的感官能力 在漫画中还有着一套 和钢铁侠一样的高科技盔甲 只可惜脑子里被检查出了一颗小型肿瘤 不光无法取出 而令他对任何有动的物体 产生了强烈的性冲动 但相较于祖国人这样的头号反派而言 在黑袍纠察队的正传里 泰克并不引得休一几人注意 他属于极少数 没怎么做过伤天害理的英雄 士兵南海也曾表示 他是团队中唯一对他很好的成员之一了 这样一个看起来还算不错的英雄 人生的终点 是当他拯救一位 即将被砖块压死的母亲和他的孩子时 一辆装满砖头的手推车 正好落在了他的头上 虽然他很快就死了 但在他的脑海里 泰克却以英雄的身份死去 那就是以射爆陨石的方式 来拯救世界了